我覺得這一點是很多拍攝師都會面對的問題 第一,你可以拍得很漂亮 但你跟客人表達要怎樣拍,為什麼要這樣拍 或者拍A的方法好一點,或者拍B的方法好一點 或者為什麼A比B好 我覺得這個是很多拍攝師都會面對的一個問題 真的真的真的,因為我可以這樣跟他們分析 所以客人都會很喜歡,而且真的會很喜歡我的idea 因為我跟他們說,這樣拍,會怎樣怎樣 又會變成怎樣怎樣,所以他們非常聽我說的 所以我覺得拍攝師不單要影響好之外 那些所謂的people skills都很重要 尤其是我們做commercial的idea with client 這些真的很重要 如果不是的話,你拍到多漂亮多好 你convince不到你的client 始終都是back to square one,back to zero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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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對,對,對 對,對,對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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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不好,你都盡量跟客人說 為何你做得不好 我有時候都會跟他們說 為何我做得不好 你都會提議會議會讓我們知道 next improvement,this how I improve very fast 所以你會跟你的client說 我這一把拍得不太漂亮 你會這樣跟你的client design 但如果他們說OK,沒有什麼問題 就OK 有時候我會input 有些client是會有影響的底 我們就跟他們一起discast 好像昨天拍的Foot 也有影響的底 我們在研究 不是說你一定是professional 你做的工作 有時候看牌的 如果看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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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跟你的 那些都更好的 disccussion 然後你嘗試做什麼 就OK 那些是最sweet的對方 對啦 有feedback 我們才會知道 怎樣去做next step 知道他有什麼要求 有什麼require 可能他喜歡比較mood的東西 我們就做給他 這裏是require 為什麼我拍的 是有什麼sense 因為 到我來說 the end result 是不是是client自己喜歡的 如果client不喜歡我 由你很厲害的 你以為自己很漂亮 client不喜歡就是 那邊人 對我來說太failed了 所以我比較注重client的require 不會很注重我這一方面 我只是注重我這裡 做好我最好的事情 尤其是我們做commercial work 我們真的要盡我們的力去做好這件事之外 我們都要做給client的requirement 如果你的工作做到100分 或者超過100分 但是你做不到client的require的東西 他想要的東西 你的最後 你的final piece都是沒用的 useless to the client 因為你都答不到他的requirement 是等於是fail的 對他是fail的 對他人說這件事是fail了的 但是我覺得 要一個photographer 要放下他的ego 或者放下他的自尊 來去滿足一個client的要求 都是一個挑戰來的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問我 how do you stand out yourself的時候 所以我用我experience和consultation 去跟他解釋 你的end result是怎樣會用 你的end result是怎樣怎樣 所以share experience 第二就是因為我可以盡量 滿足在你的 所以client會覺得 你很customizable的fotographer 很flexible 很flexible 因為flexible 你的character 我覺得你character 自己都會很friendly 所以這就是 the two point client會看我 對的 因為你有這麼多經驗 在agency裏面 其實一個fotographer 拍得漂亮不漂亮 其實也有一個標準 一個標準 然後你怎樣做出 一個extra出來的就是 要跟client的交流 跟著你的配合 配合 我覺得這兩種 除了photographer 要懂得拍照之外 由back to 剛才我講過 你的people skill 都很重要 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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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